我們內行人不說外行話 唯一能夠驗證你手上拿的那顆包 身上穿的那件衣服 腳上踩的那雙鞋子 是否呢為官方贈品 只有品牌的工匠說了算 你今天花了再多錢去請一個非官方的機構 專家來去認證說你這個包是真是假 一點用都沒有 完全不算數 根據今天的時事呢 如果呢這個包包真的是跟代購買的話 直接請代購提出他的購買證明 也不用是多正式的證明啊 總有個發票吧 代購在哪一間店買的 請那間店的SA出來稍微說一下 稍微證明一下 對話紀錄截圖一下也是ok的 其實我跟你說 買假包的人呢最心虛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 但他自己心裡知道 那個包包不是真的 這個包包會特別就是因為它有價值 這個包包會特別就是因為它有這個稀有度 你今天如果只是隨便 去買了一個不是真的包包 你自己心裡知道 它最不特別 所以說你今天拿它 心裡最虛的人呢 其實是你自己 也真的沒有必要好嗎 首先還不太熟悉我的觀眾呢 我自己呢 之前在英國倫敦的一間 非常古老的奢侈品百貨 Harritz工作了三年 那其中的兩年呢 我甚至是在精品的一級戰區 包包飾品類呢 的一個大牌工作 那那個大牌呢 我就不說了 OK 那我們今天就來聊聊呢 如果買到假貨的話 該怎麼樣去驗證呢 另外呢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避免買到假貨 順帶呢 想要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我們所謂的 代購 所以我覺得今天要來跟大家聊的呢 跟我的時事息息息相關 第一 我看到很多人說 既然有假包的遺雲 直接帶回去專櫃上面 貴姐一看 真假立便 NONONO 我們不要當外行人 首先我之前在我自己的影片裡面呢 就有說過說 貴姐呢 貴哥 他們其實是沒有辦法 幫你辨別這個包包 或是這個物品的真假的 我們現在呢 看這些線上大牌好了 他們都是 幾十年的歷史起跳 一個區區小貴姐 怎麼可能會知道 所有這個品牌 曾經出過的包款呢 所以第一 貴姐的認知 其實是很有限的 第二點 同一個品牌呢 常常會有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款式 分佈在各個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區域 再來 最重要的就是 貴姐呢 其實她是沒有經過品牌的 合格的 專業鑑定訓練的 所以說 貴姐 銷售 貴哥 他們是不具備幫你鑑定這個包 是否為真假的能力 OK 講到這裡呢 既然貴姐 一定有辦法幫我鑑定這個包包的真假 那我是不是 唯一的方法呢 就是 花錢 去請第三方機構 來鑑定說我這個包包 到底 是真是假 NO 我們內行人 不說外行話 唯一 能夠驗證你手上拿的那顆包 身上穿的那件衣服 腳上踩的那雙鞋子 是否呢 為官方贈品 只有品牌的工匠說了算 你今天花了再多錢 去請一個非官方的機構 專家 來去認證說你這個包是真是假 一點用都沒有 完全不算數 一切呢 愛馬仕官方說的為準 尤其是歷史悠久的老品牌 他們這些包包的一些年紀呢 可能都比你還要大 所以呢 唯一知道它是不是贈品的方法呢 真的就是只能回到品牌去查看他們的archive OK 那我們要怎麼樣呢 讓品牌官方的工匠呢 來幫我們鑑定說 這個包包到底是真是假 品牌呢 是沒有單純只提供 鑑別真假的服務的 不過 他們只幫自己品牌的產品呢 提供售後服務 所以 其實方法很簡單 你只要把這個包包呢 拿回去品牌的櫃位上 跟他說 我想要保養我的包包 可以是清潔 可以是保養 可以是換鎖頭 包包櫃上呢 一定會直接先收走 他會要寄到他們當初做這些包包的地方 像我以前呢 就是都要寄回意大利 意大利是很多品牌做包包的地方 那有一些呢可能是在法國 看他們的工藝房呢 是位在哪邊 工匠收到包包之後呢 他第一個會先做的就是 辨別這個包包的真假 那如果這個包包是真的 他就會進一步的呢 再去看說 你需要的這個服務 他們有沒有辦法提供 但如果這個包包是假的 工匠呢 會拒絕為這個包包 提供任何的服務 接下來 我們講代購 可能很多對精品的 比較不了解的人 會覺得說 啊就有專櫃啊 為什麼要請代購買包 在這一次呢 我們時事的這個 最重要的原因呢 會請代購買包的原因就是 不用配貨 直接上 再來 第二個 需要請到代購的原因呢 就是 每一個國家呢 的定價都不盡相同 不過呢 最大的這個區別呢 應該是 像是在英國是20% 在歐洲可能也差不多是20% 但是呢 在中國奢侈品的稅率呢 是40% 導致呢 很多人都會去到國外的時候呢 買包 因為覺得在國外賣比較便宜 不過又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常常出國買包 所以呢 這就間接的促成了代購這個行業的產生 再來第三個原因呢 就是某一些顏色呢 某一些款式 像我們剛說的 它就是只有特定的區域才會有 所以呢 我們需要在當地的代購幫我們買到這一些包款 講了這麼多 我們消費者呢 到底要如何確定 我們買到的是真品 最簡單粗暴的方法呢 就是 從正規的渠道去購買 跟品牌方直接購買 的確貴 但它也更有保障 它店永遠都會在那 你永遠不怕找不到人 最後一點 跟官方渠道購買的好處呢 就是我自己也認為是最重要的 就是他們的維修服務 然後就算你在品牌官方的渠道購買的話呢 請大家拜託大家不要再問這句 現在真的很少品牌會做保證卡這個東西了 我甚至不知道以前啦 二三十年前 到底有沒有保證卡這個東西 保證卡這個東西太麻煩了 就是 你就算是跟官方的渠道購買 你也不一定會留著那張保證卡 有時候不小心弄丟了 難道就代表這個東西就不是真的了嗎 我自己之前待過的品牌 他們就是做包包裡面有一個小晶片 這個晶片稍微掃一下 就知道這個包包所有的detail 但是呢 就算這個晶片被消遲了 沒有辦法用了 他旁邊呢 還有一個流水號 直接呢 縫在這個袋子裡面 另外呢 當你在品牌購買包包的時候呢 這個包包呢 跟你這個人的資料就會 連在一起 你們在精品店買東西的時候 都會被要求填那個CRM吧 就是會填你的名字啊 你的電話啦 你的email啊 除了是行銷上面的需求之外呢 當我們把這位客人的detail 輸入到我們系統之後呢 他今天買什麼 我們都會放在 他的這個個人資料下面 所以說呢 你今天來這間店 你只要告訴我你的名字 我直接一查 我就知道 你在過去這幾年間呢 到底買了一些什麼樣的包包 這個資料呢 都是全球共同的 根據今天的時事呢 如果呢 這個包包真的是跟代購買的話 直接請代購 提出他的購買證明 也不用是多正式的證明啊 總有個發票吧 代購在哪一間店買的 請那間店的SA出來稍微說一下啊 稍微證明一下啊 對話記錄截圖一下 也是OK的啊 最後一個呢 確保買到正品的方法呢 就是找可靠的代購買 要怎麼看他到底是不是可靠的代購 我其實說真的 我也不知道 因為現在代購真的太多了 很多人呢 各種不同的把戲都玩得出來 最後呢 想要來跟大家說一下 買奢侈品這件事情呢 本來就是開開心心的 是我們對自己的一種 自己的肯定 一種自我實現 如果你買不到 不管是定價太高啊 或者是呢 配貨配不到 那就代表 你還沒有到那裡 真的不用勉強 我自己其實是更享受 我自己走進去品牌看包 試包 看到一個真的喜歡的 掏出自己的信用卡 付錢 拎回家 再跟銷售之後呢 一起 欸 寒暄說這個包包很好用啊 還有沒有其他的顏色啊 這樣子的儀式感 這樣子的滿足 最讓我覺得 我真的完成了一個自己的小小的夢想 然後我剛剛回頭看了一下我的包包 想說 我會不會怕 會不會怕他們是假貨 一點都不會耶 因為 每一顆包包 我都知道是從哪裡買來的 都是我自己跟品牌買的 不管是真的走進去品牌的店 跟他買當客人 還是幫品牌工作 直接跟品牌的偷偷買 都是正常的管道 所以說真的不用怕啦 其實我跟你說 買假包的人呢 最心虛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 但他自己心裡知道 那個包包不是真的 這個包包會特別就是因為他有價值 這個包包會特別就是因為他有這個稀有度 你今天如果只是隨便 就買了一個不是真的包包 你自己心裡知道 他最不特別 所以說你今天拿他 心裡最虛的人呢 其實是你自己 也真的沒有必要 好嗎